国足伙食对比女排伙食,天差地别,网友,吃得爽吗?2018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,由于时差的关系,熬夜看球也习以为常,但也难免饿肚子的情况,由此联想到我们很铁不成钢太子球员的伙食怎么样了,对比了一下我们的女排,真是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,国足的伙食如此之丰盛, 荤素搭配,营养均衡,饭菜都是有专门聘请的厨师做的,据悉,国足伙食一顿肉就达到300人民币,相比之下,我们的女排伙食,就显得黯然无光,跟普通的食堂饭菜没什么两样,据说,由于每天的训练量很大,很多女排吃不惯,而选择吃泡面来冲击,先不说女排的饭菜,即使她们顿顿山珍海味,我们也不会觉得奢侈, 至少她们为国争光,而国足,你们吃着这样的饭菜,难道不觉得扎心吗?